哈喽 大家好 呃 今天呢 就有很多网友呢 在讨论Supermax 的一些 Target Price 因为呢有一间投行呢 他就给Supermax呢 消货 而且他的Target Price呢 大概是把它 调低到2块7左右 So 他公布这个报告的时候呢 Supermax的股价 大概是3.08 星期五的时候就上到3块2 而 而且anyway 投行呢在看了 Supermax最新的 贵度报告之后 他把他的这个 Unit呢 再把他的Target Price 调到去2块7 呀 这个就是某一间投行的 呃 的议策 估值 这样 他们是有license的 我没有 所以 我也不要去challenge它 OK 呃 我们就来用一些比较 呃 比较common sense 来 呃 明白一下 它为什么会有这种 呃 议策 首先呢 你看到这个图的Table呢 就是 呃 之前投行的议策 OK 它就算2020年到2024年 嗯 嗯 2020 就是这两年呢 2020 2021呢 是已经知道的事情 至于实现的 然后 2022 2023 2024呢 现在forkast 所以你看 所以你看到一个half在这边 抽查就觉得 OK 2021 公布的这个 呃 quartal result呢 大概是赚38亿 呃 左右 然后在2020年呢 大概会费一半 变得大概是 呃 2个Billion 然后呢 在2023年呢 又费一半 变成1 1个Billion左右 然后在2024年时候 又变成大概是 2.5 呃 2亿多 255个Million 啊 这边大概 这边是费一半 然后2022 2023 又费一半 2023到2024呢 剩下20%of 2023 就十五分之一罢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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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我觉得呢 他就认为说 OK 2024年 疫情已经会回到大概是 2019年了 2019年的那个架构 然后在2024年呢 根据Supermax的这个 呃 产能的expansion呢 它应该会比 2019年的多一倍 多一倍 OK 这样我们再看一下 2019年的时候 就是说在 COVID-19之前的时候 呃 Supermax的那个 呃 呃 引力是多少 so 这个 KL screen呢 它已经 比较比较简单点 我们有去看财报 大概是这个数字 呀 1.3个 1.5个billion的 跟123个 呃 million的这个 profit 在2019年 OK 记得这个数字啊 1.5 123 OK 所以再看回家 还有的那个 益测 2024年 你看到吗 11.6大概是3.6 你看 profit呢 大概是2.5 也就是说 大概是2019年的double 啊 double啊 呃 就说这个 这个分析员呢 是根据2019年的 你的 产能 比如说2024年 比2019年的产能 多一倍 这样它 这样它就assume 你的level new 也是多一倍 你的profit 也是多一倍 这就是 啊 为什么它会放2024年 2.55.9的这个 预测 OK 然后呢 因为你是 2024年嘛 所以它讲说 哎 如果你是这种 情境之下 根据今天的股价 它是3块钱 加上你的 FPS EPS 大概是9.4 你的PE 就是大概是32.7 这个是 这个是 是对的 所以说 如果 在2024年 你的产能 比2019年 多一倍 你的 额 level new 跟profit 也是多一倍 对比2019年 是多一倍 这样你的这个EPS 是9.4 算到来 你的PE大概是32.7 这个是对的 OK 所以它就讲说 这样根据2024年呢 你32.7的PE呢 是太高了 我 再把它调整一下 因为 根据历史的 额 根据历史的PE呢 Superman大概是20左右 说调调 他就说 哎 你现在这个价钱 只是至2.7 快点卖了哈 这个就是 额 这件投行的逻辑 我们这边解释一下 这样 这样你在2020 2020 这样我 OK 这个就是投这个 分析员的 估值 2块7的 来的原因 但是呢 他没有跟你讲 是吧 当然 分析员可以选择 信不讲的 OK 因为 没有他一定要讲东西给听的嘛 他可以讲 只是他给他想给你知道的东西 罢了 2020年到2023年 这四年呢 他赚的钱是多少 他赚的钱 就是大概是 大概是 5个亿 38亿 2021年 2020年 21 2023年 2023年 这个是不是我讲的 这个是他自己讲的 OK 所以全部加起来多少 全部加起来的话 大概是4 7 8 大概是接近9个亿 所以9个亿呢 的钱呢 是没有在他这个 2020年里面讲的 OK 还没有讲到这个东西 这是第一次期 第一次期呢 dividend 大概是9毛钱 也是没有在这边 呃 也是没有在他这个 估值里面讲出来 OK 他当然是知道啦 他是有来胜的嘛 但是他要不要选择跟你讲 这是另外一回事 OK 所以这些东西 这些钱 这个公司赚到的钱 大概是有差不多等 差不多等90亿啊 啊 他没有去管理的 他只是跟你讲说 他只是跟你讲说 我在2019年的时候 我算大概是 呃 呃 1多 所以2024 2024年 呃 如果疫情已经完 呃 已经没有了 我只是看我产能多一倍 这样我的profit 就是这个 这个 有点事 像之前的这个人说历啊 啊 这个是没有算出来的 OK 这个是你们自己去想 他为什么这样子讲 为什么他不跟你讲 这个 这些年赚的钱去了哪里 啊 这个我不知道 哎呀 啊 但是他只是跟你讲说 我现在在2024年 我赚9毛 9.4C PE 32.7是太高了 所以这个这个股票呢 就是overvalue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 呃 邏輯 这样这个邏輯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你们去 你们自己去 呃 判断 OK 既然讲到这个 呃 Supermax 我们再去看一些东西 比较 一些有趣的东西 OK 呃 刚才我讲了咯 那个PE呢 大概是 历史P大概是20 所以你可以看到 所以现在呢大概是 2.2左右 2021年2.2 就算股价币一半 就算股价币一半 股价还是一样 2022年他的PE大概是4 再币一半 7 248左右 OK 但是他就因应说 24年会币 会只是剩下20% of2023年 OK 呃 这个我不知道啦 呃 但是 如果是 如果是依照PE20 历史P来讲呢 现在他就算2023年大概是PE大概是8呢 还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呀 这个是我的看法 呀 我的看法呢 可能是错的 OK 所以现在这argument就是说 2024年 是不是 只是可以赚255.9 这个是3年后啊 3年后东西 谁都不知道 谁都不知道 发生什么事情 我只是知道 去年呢 在2020年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讲说 ASP会大跌 2021年呢 盈利会大跌 呀 但是呢 事实上呢 你就看到了盈利是 啊 是大涨的 OK ASP呢 如果你看我之前的视频呢 大家也知道 ASP 没有大家 没有投行所讲的大跌 30%啊 10%这样子 他有跌 这是事实 呀 但是 不是跌很多 慢慢跌 呀 有些投行跟你讲说 2022年呢 ASP也不会跌很多 OK 这个就是 呃 我对这个报告的看法 OK 只是我个人看法 并不代表 任何的买卖建议 另外一件事情呢 我们再看一下 看肥差的一些 很有趣的东西 你看啊 他是讲说 大概是赚 2022年 大概是赚 250 2亿多吗 OK 有一件事情 大家可能不知道 呃 应该说大家都知道吧 OK 分析员肯定也是知道的 就是说现在呢 今天呢 Supermax的现金呢 Cash啊 在银行的Cash啊 大概是 37亿左右 37 35亿 37亿左右 OK 37亿 啊 你想象一下 如果你有37亿 你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放在银行里面 你知道你一年可以拿多少钱吗 一亿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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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一亿多到早 一亿多就是 100亿多 OK 你看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做啊 我已经 我已经有100亿多的利息了 OK 再加上我之前 那个extension 一样啦 你说 就是说我大概是 我就算给25.9的 25.9的 这个数字呢 是没有包括这个 100亿多的利息的 OK 啊 这个也没有 这个也没有讲到 如果你在对比2019年的时候 它那时候大概是做一亿多嘛 开工厂 请工人 做的银行大概是一亿多 现在我的现金 我收到的利息 罢了放在银行 什么东西都不要做 我已经有一亿了 一亿 100亿多 这个东西你们也要去想象一下 Cash is a king 这是很重要的东西 OK 呃 OK 这个就是这样 然后我们去看一下 呃 一些东西 很有趣的东西 这件事情 Cash 我讲了咯 大概是37亿左右 现在 扣掉一些那些 呃 一些债务呢 大概也是有30多亿吧 哎呀 Cash percent呢 大概是1块半钱左右 那天我算算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买 我现在买大概是3块 在 占的股价 有40%呢 是Cash来的 就公司的Cash 已经在里面了 OK 另外这件事情 很有趣的东西 就是说 呃 刚才我讲了 呃 Supermax呢大概是要 呃 它要狂张吧 但是要 它的产能要多一倍 它就说它 有一个Plan了 Fires Plan 呃 也就是说 它要增加22.25的一个 啊 啊 Capacity 最后呢 会大概是 会变成48 OK 48 而且呢 你有看到 它这边讲东西 Expenditure 已经有预算大概是1.39个Million OK 1.39个Billion 大概是13亿 也就是它现在的Cash的一半 都不用一半 少过一半 它要拿来把它的产量增加一倍 增加一倍 OK 1.39个Billion 你记得大家 大家记得这个数字啊 是谁 是哪里有钱来的 OK 我跟你讲 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 可能大家也没有去注意到 我们去看它 看一下它的Balance Balance rate OK OK 这边呢 有样东西叫做Prepayment from customer 在31号的 6月30号的大概是大概只有6亿多 去年有8 它接近9亿 这6亿多是什么意思呢 63个 631个Million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是跟客户收了前线 in advance 我收了客户6点多亿 然后呢 我用我的expendition呢 大概是 13亿嘛 就是 有一半呢 是客户给我钱去建新的厂 然后再把货卖给他们的 也就是说 接近是5本生意 因为你的钱 你不是一下子都是用 完十三个亿的嘛 所以 这个钱 这笔钱 已经足够 让你慢慢的 慢慢的 去 去工厂 简直就是什么东西呢 5本生意 我是客户 我把钱交给你 然后你去建工厂 建了工厂的时候 你把货卖给我 你自己本身有出钱吗 没有 OK 是客户给钱你 打本你去建工厂 再把format给他 OK 当然你之间呢 你要有一些 operating cash flow 来做些营业 但是如果你去看 他的operating cash flow的话呢 当然我可能有翻翻到 这个不用讲了 也是所有手套股的 operating cash flow 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非常非常健康的 钱多到用不完 OK 所以这个肯定不是问题 嗯 嗯 OK 这个所以 我们看到 我是想讲的是说 有时候 我们也不需要去什么大学啦 或是professional 或是有certificate啦 CFS certification的 有些东西 用一些common sense 来做一些判断跟分析 可能你们比我更厉害 都可以做一些很common sense的 一些判断东西的 也不需要很 很复杂的一些formular OK OK 所以这个supermax的 这些有趣的 这些东西呢 还有那些分析 也没有跟你讲东西呢 我就 啊 跟你分 我就把我的看法 跟你分享一下 这些都是我个人的看法 并不代表任何的买卖建议 呃 呃 大家买卖致富 OK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你帮我去学出去 呃 也可以把你的意见 放在这个comment里面 那我们来 大家一起 大家一起 再互相学习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